我想問你如何認識這個人呢? 就是這樣的,其實有一年我就在某一大名店做保安 那時候我已經是某大電視台的演員,那時候就出去做保安 就無端端早上有人打個電話給我,就說你有沒有興趣做模特兒啊? 那我當然說有啦,那時候又做老人甲月餅丁 那現在說做模特兒去到這麼神的工作,那我就說好啊 那他就說不如我們下午吃一頓飯吧,然後我們就開始了 然後呢? 然後我真的去跟他吃一頓飯,吃一頓飯 其實都很正老,都是說平時的模特兒公司那些東西 然後就沒什麼特別,那我又回到那間名店做保安,下午 那他下午又打電話來了,他說我來你的店舖說想換少少東西 你裝不認識我就可以了,這樣跟我說 好啊?那我心想你這樣說可以而已,擺明是想我留意你而已 好啊,那我就看你什麼了 那他呢,很好笑啊 那他又來了,真的假裝不認識我,當我透明一樣 就換了一個大概是17萬多的袋子 大概18萬的鱷魚皮袋 然後我面前浪費錢 不知道啊,之後做完那個舉動之後就 晚上打來跟我說很多 趁青春應該賺多點錢 現在 你在那間電視台你都是炒散 你都是說青春很寶貴啊 跟我說 類似那些東西 那他就問我有沒有興趣做模特兒 那些咯,說拍回緝照 那你有沒有拍到啊? 好笑的 那我這些,說真的 他擺門擺到這樣 就是擺個牌頭出來 都擺明是 是那樣的了 那我不知道啊 總之我直覺是那樣的 其實大家對這行都很大戒心的 就是說想紅想做而已 那我找了個朋友出去 我打給他 我有個朋友也是做電視台 很帥仔 不如一起 一起吧 好,帶出來吧 怎知道 他對我的朋友就完全沒有興趣 那很搞笑啊 那個年代 都不是用數碼相機 用菲林的 就是他 我不知道 為什麼可以 其實那時候已經有數碼相機 我不知道為什麼可以18萬的一個袋子 但是他就是 帶著個菲林機 隨便按 然後可能 他 見到我又有戒心 那我就 我又 沒有心 他又沒有心 那就算了 沒有啊 總之沒有看過那些照片 因為他那個年代 又不是說 好像現在這樣 可以滑一個電話 那你就 對了,就是這樣 方便 看一看他做什麼 沒有的啦 你都是那些的 你 是不是呢 都是現在 你報紙雜誌 講的那些人 其實 很普遍的 拍這些照片 那我們以前 你Casting 你做Model 你走出來 你根本上 你是被人看的 那你只不過是紅了 你可能說 你也不 喂,大哥 你只不過是藝術 和你所謂的 那些什麼 都是一線之差的 那你那時候 連少無知也好 還是根本上 可能他根本都 現在那些照片 我就是 其實我都沒有看過 是否真的 是否真的 是尹照啊 還是什麼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見你是說 我就說一下 那 為何你現在 才說這件事出來呢 那你現在 報紙才買啊 不是這些 說真的 你說所謂的 這些照片 我自己做這行 做了11年 真的見都見不少 藍藍類類也有 不紅的 就放在討論區 紅的就收了 很紅的時候 一次就爆出來 那 還有 我們作為 一些網絡人 那你也是 就是 抽一下水 那我們怎麼說 還有 把貴貨 我今天放這單新聞 上Facebook 那有些網友跟我說 你有沒有吹水啊 那我就告訴你 我發誓真的 我沒有吹水 就是這樣 就是 是一些 很普通的經歷 其實如果你進行 你就 會接觸太多了 就是欺騙一些女生 拍三級片 或者是什麼 就是欺騙一些男生 視鏡啊 拍一些同性戀電影 太多了 多得太重要 因為 香港的青少年 實在太想做明星了 你就明白